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 河馬大浩 等收皮關注組 我是Water 剛聽剛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 還有加入會員 讓我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好 大家擔心了幾天 沒問題 我都不是很擔心 他收了第二個紅牌的時候 我都有叫大家訂閱我後備頻道 但應該正在處理 其實早兩天 我都收到消息 讓河馬開心多兩天 今天還要很得戚 今早的時候還說 吃個早餐 又豬肺湯 又豬潤排骨粥 又粟米 又冬粒 又胡桃 又豬肺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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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左下方 有兩個消息 一個就是河馬 其中一條影片 已經被舉報 已經被下架 以及收到紅牌 上面還有一條 那條處理 你剪片也沒用 河馬 現在我和你 都是兩個紅牌 但是我上訴成功 如無意外 他有十天的時間 可以處理 他可以再上訴 不過我又有律師信 又有香港01等等的新聞 報道你 真的有把我的愛情動作片 AI片 放上網 那我的觀眾 我自己也擔心 我的人身安全 一時又說 阿可伯 又說放狼狗 咬我 咬碎我 一時又剪我JJ 我當然擔心 我看看你的頻道 再說些甚麼 那些觀眾也擔心 我就一起看 你覺得有版權有問題 你就去投訴 還有他有十天 即是現在河馬那邊 阿肥俄等等的人士 都可以上訴 但是應該如無意外 都沒有甚麼特別 你有甚麼比律師厲害 你真的以為自己一把口 可以說人十個律師 那你就試一下 沒有甚麼問題 但是你好像要答 不知道他用不著 你可以打英文 如果你不擅長 可以打中文去回覆他 應該都OK的 阿肥俄和阿河馬那些 懂不懂字 還有 我勁鎖一個律師 現在 那個律師信 是當是甚麼 那你就試一下 跟Youtube那邊說 沒有甚麼問題 那另外 除了 我弄了一個 紅牌給阿河馬之外 我自己的上訴 剛才也說過 應該可以打 不過也要等多十天 等多七至八天 看看河馬那邊有甚麼回應 但是別人都叫他 還有提交新證據 那有甚麼新證據 你又不是那些 無良乞意 在騙人錢 甚麼甚麼 你就試一下 跟Youtube這樣說 沒有東西的 這些 打中文是沒用的 不是 你打中文應該都OK的 他因為看到我投訴的內容 那你就看看怎樣拼搏 我正在等你 歡迎你 差一點 對 這樣 給你看一下 這裡你看到 河太上面 這個都是河太 這條 刪除了一條片 就看不到 這個 還有一條 我不知道 我給你看到 只有一條 舉報你 還有 河馬 因為之前收了一個版權 一個社群警告 現在他收了兩個版權 第三個 接下來 大家看 Youtube受不受理 你現在刪除片 都沒有用 你可以嘗試刪除 你喜歡刪除所有 Youtube的片 也沒有問題 加油 我一直跟你打氣 你看到 我叫你給點心機 去舉報 給點心機 去經營你的頻道 沒甚麼所謂 首先 多謝 一直支持我的觀眾 多謝嘉欣BB 幫我處理一些文書 辛苦他 今天不用問 嘉欣BB已經上班了 即是回到荷蘭那邊 沒有 我是不是應該請他做 私人秘書 和你們都想看看他經常出現 在研究 可能有機會辭職 過來幫忙 不是 不是 如果我沒有了 河馬之後 沒有人看我 我養不起他 不是 他可能找一些兼職做 在研究 不要緊 我是不是有些不習慣 是 有些不習慣 起床 自己一個人 不要緊 這些 他採我 也有美 他的台就沒有了 現在沒事 私有化嘉欣BB 很多人都 嘉欣BB 如果你在看 你自己看 他就可以了 不知道 只是洗版 有旺夫 請他 反正也要請人 當然請個 請個 熟一點 不是熟一點 不止 有多奮楽力 賀一賀許 大家不用問 不過 如果你想看嘉欣BB 他也可以打上來 或者視像做節目 都是可以的 這段時間他都要處理一下他自己荷蘭那邊的東西 之後應該會見到他 我不去荷蘭找他?不是,他處理好些東西 之後我就去荷蘭找他 或者叫他一起過來英國 我要抓他回來的,或者我去荷蘭 很多人都掛著水嫂 很多人都叫私有化,讓嘉欣BB自己看 這裡 有些人會說這是披圖來的 你看到這裡有合體 按出來 給你們看兩條片,這個你刪除了也不怕 在處理,這個上面這個就Youtube 不只兩條 還有,即使你說這個版權 這方面我做不到你 你有機會侵犯我版權的片 我未必做到你,當你收了兩個紅牌就沒有了 我還可以告你這個社群的 你經常說要剪我JJ,又要恐嚇我 又說要過來英國 找我做什麼做什麼 我害怕 我害怕 你可以刪除那些片,你覺得有問題的也沒有問題 你就試一下 看看誰 要我浪費自己賺錢的時間 去處理你 不過是不行的 何馬今天都說明 我說得那個人 那個人一定很有問題 大約是這樣 這個無良黑衣真的很討厭 我都覺得何馬你很討厭 反過來 看看誰收誰,沒有什麼問題 看看他怎樣 你們說說,說到他結婚 先不要說結婚這裡 你自己看留言,家欣BB 我們先說回這裡 你們先說回何馬這裡 不要這樣 你們 弄得我現在 腦袋混不了,不知道說什麼 他 P什麼鬼圖 有用理 不是 他待會又說,這是P圖來的 這是網頁來的 按進去 就會變成這樣 稍後一點 他說 這個影片 已經 不可以看 怎算 沒得看 之後就說 因為 這個 版權 我CAM了 敗無良軍事Water 沒得假 何馬 等第三張紅牌 你經常在嚇我 無良黑衣 做那麼多壞事 接下來就第三張紅牌 別人會打敗 如果你的臉被打敗 我的警告也會沒有 還有 7至9天的時間 我不肯定 你沒有提供新證據 我上訴成功 去荷蘭做直播 不要緊 我沒有了 沒有了 家欣BB 可能是心不在然 不是 你們不斷在這裡說 你們就說了去荷蘭 我的心可能已經飛去荷蘭 不是 先說回 荷馬 現在 沒有了 明天看他直播 而且你是不是因為這樣 早兩天 我收到第二面紅牌 他都黑口黑臉 可能 肥兒已經說了給他 黑衣水又上訴 成功了 現在 剩下10天 就要給我處理 然後 又 弄多個紅牌 給我 一直都不出聲 讓你開心一下 讓你先招職一下 有什麼所謂 我的消息其實早兩天都收到 但是看看他有什麼玩 他還繼續在這裡說謊 你又不說別人上訴 記得上訴 你最擅長寫信 寄信去YouTube 要飛甲傳書 你知不知道寄信去哪裡 要給你一個地址 我要去 你親身說要去美國總部 你就去吧 也沒有問題 叫緊十三非 不是 如果 他的版權之後中了 當然簡單一點 我就不用再浪費時間 在Youtube身上 如果他 到最後他說我另外的影片 他版權那裡不中 我又跟你玩社群 那些 你這麼多恐嚇我 你每一條片都有問題 你就看看 Youtube受不受理 最重要是浪費時間 跟你玩而已 沒事的 你的時間不值錢 我的時間值錢 如果無如非必要 我也不想浪費那麼多時間 去處理 但是沒有辦法 你這個人太招職了 沒有問題 飛甲也燒了來吃 不是吧 應該不會 美國太空總署 你幹嘛要轉戰無端端 這麼久一個多兩個月 一個多月 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Exactly 不要抽清我了 起碼一個月以上 你都沒有在YouTube 不是你沒有在抖音那裡做直播 一直在YouTube 為什麼突然間 你要回到抖音 難道真是 粉絲寶寶 我掛念你們 我要回到抖音那裡 這樣 掛念你們 你回到抖音那裡 再生出來 沒用的 YouTube不適合你玩的 唱 河馬YouTube永久封台 以後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 向YouTube那裡 他還有他老公的名字 不要緊 還要 收了他的大號皮 慢慢跟他玩也沒辦法 這傢伙 那麼厚面皮 快點坐飛機去美國總部投訴我 或者你自己 我要上訴 你之前說 去銀行拉Banner 我們滿心期待 結果又是不了了之 怎麼搞的 上網費很貴 他一直玩了個多月 一早已經知道 上網費貴 玩一個星期也知道 上網費貴 為什麼現在才覺得 上網費貴 那麼多考核 這個世界 不相信 難道他掛著粉絲寶寶寶 貼一些 吃蟹 吃蝦 上去嗎 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之前未有預告 但為什麼無端端要改期 原本明天 他說 29號 下午1點 我在抖音和粉絲報報見面 今天 他改了 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改 11月3號 下午才在抖音開直播 看看抖音有什麼新任務 沒問題 你覺得水哥收第二張紅牌的時候 何馬不是那麼開心 因為如果沒有水哥 其實他什麼都不是 只要是肥鵝覺得能報到手 他不會這樣想 他覺得 這個無良乞丐 撐我流量 如果沒有這個乞丐 人們就會看他 他是覺得這樣 他不會看得我那麼高 永遠都是九眼看人低 他說我女朋友 怎樣怎樣 你看到他每天都在 不停在消費我整個直播 40分鐘在說我 或者說我身邊的人 辛苦家欣BB 要讓他這樣說 那些東西已經過去了 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別人對我好 之前每個人都有過去 我都免得去爭論那些東西 沒有意思的 你每天 他寫一些東西出來 你要證明給他看 譬如說 我什麼3CM 難道你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不是真的3CM 一會兒他就說 你銀行 他很喜歡的 銀行有幾百萬 我難道又要 攤出來給銀行 傳接 我沒有傳接的 不好意思 拿那些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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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白可能有本紅寶仔 拿出去喝茶 他 我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 不會像他這樣 他會壞我一件事 我就要解釋嗎 你喜歡說是不是 就是 還有你之前說我什麼 騙老女引錢 就被年輕的女子 騙錢 他說的很矛盾 一時又說我什麼 沒有車沒有樓 你老公有很多錢嗎 450萬就沒有了 你還哭 我起碼有機會有450萬 關你什麼事 還有我有沒有450萬 與你何干 我難道分給你 分1% 分1% 你都說拿來計算 我有多少錢 不要學某些人的壞事 才行 經常計算人家有多少錢 而且直播也很矛盾 一時 就說這個黑衣水 就是貪 他的女朋友 那個護照 還有他有樓 一時他又反過來 又說 等著被人騙 那究竟我是想騙人錢 還是被人騙錢 我沉了船 所以 遲些就會被人騙錢 還是我去騙他層樓 騙他的荷蘭籍 所以就這樣 你完全想想 還有我就算 我現在在英國 非法居留 我去偷渡 不是 我一定要過荷蘭籍 你睡醒了嗎 看到他的樣子想吐 我沒辦法 弄好一鍋 滷水雞翼給我 今天又吃滷水雞翼 他要反駁 不是用口就行 要證據 教極都教不精 我經過 我把口就是證據 口講口賠 沒事的 他把口就是這樣 沒事 放棄 其實也很奇怪 他那個大號 一直都可以 停了 可能停幾天 或者停一個星期 一直都可以盈利 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 大號給三木 和阿肥歐 總之 他的管理員 一會就說我屈他 被管理員 拿來玩 不斷上 推出AI的影片 上去 他自己又不在 你這個大號做直播 你這個大號做直播 多多少少都幫助你 你說你要幾個水一個直播 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都會有人課金給他 多多少少 還有你計算一些廣告費 我們當你一場兩個水 你一場都有兩個水 你寧願不要那兩個水 你走到細號又少些人看 完全是理解不了 他做的事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寫信寄他平郵 你肯定是被肥額的人 被你的管理員騙了 多番 我好心 我提醒你 他也很好心 那個無良乞丐 雖然他和我有仇 不過我都要提醒一下他 他的女朋友來騙錢 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我現在好心提醒你 你有這麼好心嗎 你的管理員又不是什麼好人 這樣利用你 有得給你賺錢 你都沒有錢 他寧願給一個 叫你用一個沒有錢的平台 沒有用的 還有你說什麼 等90天 養回大號 現在沒有了 你這個大號 你之前的影片 你不再出新片 你不代表你之前的影片 沒有問題 那就看看他怎樣 記得 寄這個平郵過去 等整個月 美國才能收到 沒有 掛號信可能會快一點 掛號信也不行 應該哪有空理你 抖音舉得更快 他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平台 還是要嘗試回到抖音 不知道他出於什麼原因 昨晚說要回到抖音直播 看看他有什麼狐爐賣什麼藥 賣慘 粉絲寶寶 香港那些欺憤 很過分 看看他又說什麼 你拋棄了你 大陸的粉絲寶寶 一個多月 你現在 無緣無故去找別人 別人會不會覺得 這個何太 那麼現實 無緣無故去找我們 又說掛著我們 好什麼假的 有機會是這樣的 看看他到時的粉絲寶寶有什麼反應 我們期待 11月3日 如果他明天 開抖音直播 那我就睡著睡著又起床 又再來 無所謂 Youtube 就是日常 每天打卡的地方 現在已經減少了 他可能真的沒話說 其實你 做一個小時 你也是沒話說 少了很多人去看你 你 不如縮到只剩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也搞不定 大部分的時間 要是播錄音帶 肥仔有沒有給你什麼錄音 他偶爾也有播一下 播了一些東西 不是 回到抖音那裏 回到他媽媽那裏 也沒用 撕完河馬 去結婚 看看 不是我一個人說的 這些東西 修紅牌很棒 恭喜他 也沒辦法 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先拉下來 看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拉下來一點 不知道他露了什麼出來 免得暴露 看看這裏 剛才也是這樣 喝水 喝口水 跟著屯門警署 警方會召喚他 第四隊 他說 第四隊又說 我被人拘捕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 你過關會被人拘捕 他協助調查 暫時在階段 就算你起訴他 他也不會扣留他證件 不會 他不是那些 壞了油 那些那麼大件事 其實很難 都說了 別人 別人一個組織 水了別人 最少15億 都沒事 JPASS 即是林作和陳怡那件事 上世 A一頭條 別人的現場直播 在中環那裏拍著 林作 在那裏 被人 不知道有沒有撻到 馬葉 可能扮出來 扮撻馬葉 都沒事 別人都可以照去 日本旅行 和陳怡兩個 他 何馬 這些罪行 沒有那件那麼大件 怎麼會通緝他 不會通緝他 應該 除非叫了他 擔保 假設 當後作 當他真的要懷疑他 要他 自簽擔保 這樣 之後他不去 譬如叫了他 每個月 回去警署一次 他之後沒有店 這樣才有機會 他出入 即是過關的時候 就會被人拘捕 否則的話 其實是很難的 這又不是 那麼大件事 房署 收了他的公屋 我們每個都是想 這兩件事 房署收屋 還有這個 看看會不會 進去坐 當是bonus 最緊要 收了你的大號 收了你的大號皮 然後 你的小號 很容易玩 你收到你的大號皮 什麼事都哭 無端端 我女朋友很嚴熟 希望我們開花結果 應該也是 看不到我們直播很失望 他 昨晚已經回到荷蘭 有什麼失望 還有也晚了 我昨天做完兩個直播 差不多1點 又不是那麼多人看 很難 各有各吃 如果今天做食播 他可能又吃了東西 不知道 現在只是下午 研究一下 我給了兩張紅牌 上次 不是應該收屁 我給了一張 我寫第二張紅牌 給了兩張 上面那個還未受理 即是處理 你看到嗎 畫面 看到 上面這個 河太還未處理 下面這個就是 中了 中了就是 VDO remove 這個 removed 這是河馬的號 91 9180個訂閱 之前他中了一張 現在就是兩張 所以 如果這個就中了 有三張 刪片也沒用 再跟你說一次 你可以嘗試刪片 也沒問題 就算他收了三張紅牌 他好像還有15天 可以處理 他可以向這個舉報的人 即是那個版權持有者 例如向我 他可以提出一些條件去交換 但你不用浪費時間 你可以嘗試 找我 看看你會怎樣 不知道 是不是要這樣 但大家都知道什麼結果 他找我 或者找馬高 也沒問題 可能我這裡 也不止三個版權 你可以找馬高 都可以的 不過馬高應該 都不會理你了 你可以嘗試一下 或者求求我 看看到時 總之就是有15天 就算收到三個版權 他15天之後 不作為 或者沒有人 解決不了 他才正式收皮 這個 展羅JJ 我哪裏教他 告訴他有什麼可以做 教他 求求我 這個叫教他 難道我 我看到何太 你很有誠意 我這次就原諒你 解除你的版權 難道 這樣也叫教他 他要有機會提供資料 他可以反對我的上訴 Youtube就批了給他 Youtube批了我的上訴 應該成功 但他也要聽 河馬那邊有什麼 說的 你有什麼證據 你可以 有律師信 有新聞 報紙 有多份報紙 還有有那麼多實質的證據 你拿什麼呢 找張紙 寫了 這些就是證據了 幾月幾號 大仔 河什麼什麼 30萬米 這些是沒用的 你不信律師信 也要信一下報紙 不要玩了 小號又開不了盈利 大號又中紅牌 但是有些小號可能有人轉播 然後給回多少 河馬 有機會 不要緊的 始終大號先收檔 現在不要緊 現在等下無國界有什麼動作 無國界有回復 回復的就比較 官康一點 我們下一節就去看看 無國界那邊 又有什麼事 恭喜河馬 有些什麼 還有 醫道 什麼醫 有些人 對於他來說 四百多是多少 他不是 他說我沒有錢 沒有事業 沒有梁乞醫 沒有車 沒有樓 什麼都沒有 沒有前途 你跟著他 所以就叫他垃圾婆 他是這樣說的 你老公難度很有前途嗎 我起碼都多多少少 還有賺錢的能力 河馬 就算我沒有了這個台 我再開個新台 應該都 應該都 好過打工少少 起碼 從頭來過 你現在都沒有了 收到你皮的話 你還有些什麼可以 不要緊 家欣BB說 是的 我來到日日都不出街 就是為了幫我寫信和煮飯 目的就是為了騙我 這個方法也挺sweet 騙我就騙了一輩子 不要緊 還有河馬說你騙我 我沒有覺得你騙我 肥鵝 整股河馬 你騙肥鵝 你要快點 你的Youtube頻道 河馬的Youtube頻道 還有很多片是肥鵝的 你現在不如幫他 幫他一把 等下 找這個河體 這裡 你看到 全部都是肥鵝的片 你這樣 你可以幫到他 送他一程 有什麼問題 這個可以整大一點 不要 阿何太的頻道 這裡起碼有10條片 我們現在看到 你快點舉報 你說跟他沒有關係 肥鵝 你說跟他反了面 你隨便舉報10條片 隨便舉報肥鵝 當這些兩條不是 你這裡 1 2 3 4 5 6 7 8 這條也不是 當那些語音 不知道他有沒有 這裡八條片 你隨便舉報 河馬一條 他也立刻可以收皮 現在收了兩個紅牌 一定中的 跟你有畫面 和你一模一樣 那你就去做一件好事 他只是說 浪費氣 他說跟 河馬反了面 連阿門的片都沒有了 只剩下 肥鵝的片 有10條 11條 我不明白 為什麼呢 如果他有心做肥鵝 就隨便一條舉報 他已經玩完了 河馬 等我辛苦一點 都不要緊 連送兩個紅牌給你 趕你出場 河馬 看看明天又發什麼瘋 而且他說我收紅牌 那天他都不開心 很惡地罵人 早兩天 他平時應該是很得戚的 黑了口臉 又在罵這樣 又罵無國界 他平時不會 抵個黑衣水 今天也好一點 今天也有點牙刷一點 但你那天收到消息 說我收到第二面的紅牌 你不是很開心 究竟是什麼事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大家 粉絲放下心頭大石 會不會是帶貨 他有帶什麼貨 帶天氣軟 你意思回抖音 那就帶了 沒見過別人帶貨 十分鐘都不夠 又被人舉報到下播 看看他 而且大陸不可以賣天氣軟 好像 天氣軟不可以賣 他賣一件大陸不可以賣的東西 在大陸的平台 不是吧 那就不知道 看他11月3號 我都幫你不斷宣傳 看看他先賣關子 多謝大家的支持 河馬 正式日記 一天還沒過終點 讓他開心多兩天 但他正在處理 另外 舉報 如無意外都受理 我都回答不了 現在最傷心 最睡不著的就是肥鵝 他現在一定慢慢通笑 想怎樣報復我 他之前也有開直播在這裡說 不斷說幾個小時 就是說我女朋友 要不就想當年 說我女朋友怎樣怎樣 關你什麼事 才行 你又不是你和我女朋友拍拖 我女朋友怎樣怎樣 都是多謝你 我和我女朋友一向都是很硬頸的人 本身可能都沒有那麼快 沒有確定 可能 兩個都是要 你們看死我 我們就要好給你們看的 可能就加快了速度 看看吧 有些觀眾又說不建議 他就算遲了職 過來幫我手他都可以做其他事 但是兩個 可能就不在荷蘭那邊 做事 可能在英國那邊做事 你們也多謝你們關心 靠實力 靠實力 申訴成功 看看阿肥爾我想到頭都大 這十天 慢慢 怎麼辦呢 那個無良乞丐上訴 就要英文來的 好心 一定不是他寫的 一定是他女朋友幫他寫的 這個乞丐沒有讀過書 不懂英文 還有你有翻譯工具 就算是 但是家欣BB幫我寫的 我說口術 他又幫我轉做英文快點 看看吧 肯定是阿肥兒和何馬亂說家欣BB壞話 何馬哪知道這些東西 當然是肥兒說的 天天在消費我 你消費我也不要緊 你消費我女朋友 有什麼事 他還說肥兒自己開直播又是在消費 又說回人家剛剛移民 你會得罪所有剛剛移民的人 你覺得人家的職位好過你 你現在還是回兼職 我們當他沒有說謊 你之前說回大富豪 現在大富豪又開不成 那你回什麼兼職 我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 我用時間去投訴這個黑衣水 我的時間 沒有什麼所謂 我的時間又沒有那麼寶貴 反正都是 游手好閒 或者打風流功 黑衣水又不一樣 要時間賺錢 看看他要投運 要處理一下 少了賺錢的時間也好 他一直都是這樣的心態 完全是理解不了 你不要管那個人就可以了 你自己過自己的生活 浪費時間 不要緊 繼續有生之年都要追擊我 我都歡迎你 不過不要玩玩玩玩到自己要進去坐 簡單來說 口在別人身上說家欣BB 說什麼就控制不了 有得他 不要生氣 生氣了不漂亮 他也沒什麼生氣 都比較得體一點 多謝師母 或者其他課金的朋友 肯定和美麗分贓不穩 那天就出來對數 對什麼數 只有幾千元 你之前上網台說 別人 河馬做了兩三天 他就說有三千多元的美金 三千多元美金也三萬多元 兩萬到五元 或者三千頭 三千美 三百二十四元 如果差不多接近四千元 那就是三筆 哪有可能的 一天找一筆東西 那時候我已經說他說謊 他最近這幾天又改口 那個河馬只有三千多元港幣 這次的貨幣變了 就變成港幣 怎樣分贓不暈 對什麼數 你那黑衣水不能在這裡屈就屈 你自己聽回你自己上網台說的東西 又說沒有幫忙 之後又被人踢爆了 又在這裡改口 你又有幫河馬開營 我沒有回去 我沒有上大陸那裏找過河馬 我們沒有見過面 只是幫他在 遠程在電腦那裏幫他處理那些東西 那你的錄音 被人爆了出來 你就跑去大陸那裏 還要找一間包廂 出去吃東西很危險 怕被人見到 很多香港人就上去大陸那裏 我們要找一個有包廂的餐廳 那裏吃東西 是這樣的 大佬怎麼人家冤枉你 這兩個傢伙都是大話 滿天飛肥 我的大話更厲害 其實說真的 快點過去和我搶著 應該回去宣傳YouTube平台 不可以的 他在抖音宣傳微信 已經不可以了 他已經被人刪除了 你們這些傢伙 就會投訴我 我在這裡宣傳 他就算抖音宣傳微信 微信宣傳抖音 也是不可以的 在群組裏 更何況 他還要宣傳一個海外的平台 對於大陸來說 不可以的 就算他本地 是回大陸的平台 也不可以的 更何況海外的平台 還要 以後又說 那麼無良乞丐 又說我什麼翻牆 那些 他不會的 這個他應該 幾蠢都應該知道 就不會宣傳YouTube的平台 還有你大陸那些人 又去宣傳YouTube的平台 也沒什麼用 你除非叫人家翻牆 否則的話 你可以怎樣去 宣傳到 那些人 河太 我們很守法 我們不會翻牆支持你的 不好意思 支持不了 他之前都試過了 已經 他哪會這麼診 這個不可能 很掛念我 吃光回力錶 就等他開心兩天 最喜歡讓他哄他開心兩天 大陸都有 河馬的黑粉 寶寶大把 我走去公安 派出所 和這個警察 都二十幾次了 那麼久都沒拘捕那些黑粉 有沒有天理 這樣 你都沒被人拘捕 你怎麼會拘捕那些黑粉寶寶呢 請問 給人玩 等於質素差 學人出紅牌 也不是他 他去舉我的 那些紅牌 你有什麼本事 你舉到我去收紅牌 他在YouTube上 罵抖音是 哪人 去抖音投訴 他在YouTube直播 就說 哎呀大陸的平台 真的很脆弱 被人的黑粉投訴 就順暢 又要不讓我 他又要剪掉我直播 中斷我直播 那些 真的不好 YouTube好一點 可以暢所欲言 又不讓人剪掉 他有說過這些 可以把那些影片 但我忘記了 他一定有說過 不止一次說過 你把那些 片段 傳給這個抖音平台 看看河馬又會怎樣 沒所謂 提了一隻河馬 提了一隻河馬 請問 提了什麼 他會收到通知 他會收到通知 他收到什麼版權 我已經隔了幾天才說 這樣也叫 提他水 這樣也叫教精他 不是吧 不可能 我不是即日說 已經讓他開心了幾天 現在跟他說 刪除你YouTube的影片 那就沒事了 這個是不是叫教精他 還有我開了那些 即是投訴了他那些 已經投訴了 即是投訴了他 其實都沒有用 那就試一下 什麼現在 什麼抖音直播 有人說河馬抖音直播 不要亂說 不要緊 有人進來玩東西 就說現在河馬在抖音直播 都沒有人打給我 不要緊 在等待的時候 我們繼續看 上訴成功 他還有機會反擊我 你看這個抖音 難怪只有河馬說 這個平台不是那麼好 你看 混了那麼久 什麼事 好幸福 水水入廚房 出廳堂 但未私有 完全私有化 一會兒他就說 逼他 抖音肥胧 控制不了他 也不會 如果他還是用電腦直播 他喜歡 可以切 肥婆直播 他就可以 什麼時候切都可以 大家齊齊向YouTube舉報 有關河馬的真面目 私吞了無國界醫生的捐款 收了錢 河馬 隔這麼久 什麼事 怎麼可以撈這麼久 比較匪夷所思 這個抖音的平台 連無國界醫生都為此事發出了聲明 為什麼河馬 誰在亂說話 都猜到也不會 他會打鑼打鼓 無緣無故在說這些話 說他在直播 浪費氣 不要緊 我都陪你玩一下 還有我不會像河馬那樣 看東西 先找一些錄音 完全不出聲 在這裡找幾分鐘 應該不會 我都一直可以說話 不過可能有一些 離開了 有一點點 但我會繼續說話 不像河馬那樣 我一眼間漆的 不像河馬那樣 弄盤 找一首歌又要找幾分鐘 點歌了 這方面沒有問題 可能等不到11月3日已經被拘捕 應該沒有那麼快的拘捕 請他回去協助調查 問他發生什麼事 你的影片是誰給你 那些諸如此類 就算你起訴他 也不會馬上 不會那麼容易 他可以保釋 相比其他的罪案 也算是小事 我都想他 他無端端被拘捕 不要被人保釋 這是主觀現況 我們也要說客觀的事實 縮一秒就算 肥鵝仍然未屎心 小心 高調仍愛會令他發瘋 快點收復他 那也沒有 你不是在這輩子都追擊我 肥鵝沒所謂 難道我怕你嗎 在抖音直播了 剛剛在抖音有什麼直播 為什麼整天說在抖音直播 不要騙我 恭喜我上嫂 回禮給河馬紅包 祝福李成功 為什麼要紅包 我給他一個蘋果日報 夾著 給你一封禮事 外面是紅色的紙 就沒什麼所謂 給你一封紅紙 但裡面的餡 就是一個 不要蘋果日報 整封律師信 夾在這裡 我編了出來 整封律師信 在裡面 為什麼要付錢 無端端 沒有理由 給他 佳恩BB 全靠你支持 阿水 給阿水的力量很龐大 給我多點力量 麻煩 如果是這樣 也是的 河馬要坎白的戶口 自己又不能進行銀行 如果坎白申請中轉房屋 所以他的戶口不可以太多錢 政府為什麼無端端可以申請到中轉房屋 請問你 即使他那天 去什麼錦上路 去看中轉房屋也好 他怎麼可以申請 他可以這樣霸佬 河馬的老婆 霸佬這間公屋 不加名 自己還可以申請中轉房屋 不是吧 你覺得合不合理 我不知道誰說 他可能有機會 那天去錦上路看中轉房屋 但不代表他 當他那麼瘋狂 就去申請 不會讓他申請成功 以我的認知 繼續努力打下河馬 一天未過終點 還未可以開心 河馬又不是 無良乞丐收第2個紅牌 很快就收第3張 別人不能解決問題 你這樣沒用 你這樣沒用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 你現在仇了 明天你又可以說什麼 這個無良乞丐 又在加害我 肥鵝 你撇清關係 你趕快舉報 河馬一條片就可以了 再一次 你再做一件好事 可能有部份的人都會原諒你 我不會原諒你 不會有什麼講和 但我都會欣賞你 如果你這樣舉報河馬的話 快點 有賣襯手 最後機會 你等我買河馬單也是可以的 那你繼續不作為 繼續給河馬錄音 沒有問題 有觀眾就問 請問YouTuber可以開多少個大號和小號 其實你可以無限地開 河馬會不會瘋狂開很多號 那就不會怕收紅牌 有其他的玩法 都說是統神 統神之前不是有個大號 因為說那些 小孩子的言論 免得說得那麼明 結果 被人家禁止了個大號 他也有很多人看 Toyce Toyce 在香港的台灣人 很出名 直播也有很多人看 那個 仇家 有次頒獎 統神頒獎給Toyce 總之叫他 你自己看 不知道是誰 總之說完言論 說完之後 大台就禁止了 他那些小頻道 另外一些副頻道 之後都收了 現在不知道是怎樣 總之是 不會的 他不斷開 總之他的大號收了 很容易玩很多 不要吹我分 我不是坦白 如果他說把家欣BB 收了自己用 他就不會 要他女人 自己女人出來拋頭露面 大家就不會 不會 他可能 可能 大家都想見他的話 都應該在幕前會見到他 看看他願不願意 這些事情都要 就算我 私有化了也好 任務一下 不要說這些那麼尷尬的事情 賀馬是敗走YouTube 所以就翻抖音 看看他會怎樣 11月3日或明天 看看他會說些什麼 沒事的 轉戰抖音 恭喜你 真的上訴成功 那又有什麼 得蝎好意衰回首 你想怎樣 我是這樣的 你想怎樣 我不是對著其他人 是這樣的 對著河馬不招職 有得招職的時候 為什麼不招職 我又不會吃回力標 那你就加油努力 繼續舉報 給點心機 對著河馬你想我怎樣 反過來我想請問 對著肥鵝可以怎樣 他追擊了我年紀 還說我在不斷搞他 搞他家人 他 尿士鬥飛的那個是他 難道跟這些人客氣嗎 不是這樣吧 難怪不見了嘉欣BB 你昨天還能見到他 支持我 多謝 不習慣看到水水蓮子蓉 那麼開心 掛著嘉欣BB 快點 快點 你跟嘉欣BB說吧 河馬說過 抖音直播 就是很脆弱 不好玩 不知道大陸的粉絲 寶寶是否介意 不是 是抖音直播的平台 是否介意 粉絲寶寶的粉絲寶寶 如果是支持他 有些也會支持他 但是黑粉 越來越多 你最重要是 是讓抖音的平台知道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說抖音的壞話 你要靠抖音賺錢 雖然抖音那邊賺錢 賺得少一點 有些禮物一毫子 就可以送給你 一個直播可能一百幾十元 那些都是錢 你用別人的平台賺錢 在背後說別人壞話 這樣怎麼可以 可以休息一下荷蘭旅行 無緣無緣無故可以休息一下 加欣寶寶也要看看怎樣 他也有些事情要處理 這樣 不知道 如果他過來英國 不要說我們這些私人事 總之適當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不用了 有等好消息 我們這些都靜靜雞贏 我們這些一直都 賀馬 平時說話串串共 他也有今天 實在太開心 恭喜他 如果歸宿半個小時 可以怎樣 怎麼無緣無故要叫別人送會員 那麼搞笑 別人要送就送 我繼續賺錢 讓家欣寶寶賺錢買花帶 我現在努力賺錢 恭喜我 多謝大家 恭喜 男人背後 的水素 別人都未答應 找到 找到最乖 最英俊的 小可愛家欣寶寶寶 霸氣哥也要歡迎你 比風勵士 我以後順順利利 多謝 怎樣收了河馬皮 這樣收第二個紅牌 也不是叫河馬皮 第三個 他那些上訴不了 你拿一封律師訊 拿一些報紙出來 連報紙都說你在欺負我 問題是 你不能反過來 你看看 那個無良乞丐 經常惡搞 你是有犯過我 我出於智慧 去轉播你的直播 這樣只有聲 你就可以舉報到我成功 我現在又 把律師訊串出來 你除非又串到這些東西出來 就可以請律師先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好的女人就會幫浸邊人 好像家欣BB 壞的女人就會害到浸邊人 像河馬之流 大家買好香檳慶祝 希望Youtube快點受理 伊良丹 其他的投訴 就算去版權不中 版權也有一定貨賣 我都不是很多片 可以舉報到版權 但是之後 我又浪費多點時間 舉報你的社群 你每天都語出驚人 恐嚇我 現在很害怕 惡人又惡暴 肥胖等天收 看看有什麼時候 先收大號 再收工屋 超級完美 最好就坐牢 中了三重彩 好事接二年三 私有化 家欣BB 你不可以 你都看別人害羞 不留言 他躲起來 怎麼辦 可以看到有多少人投訴 才會有紅牌 投訴 何馬你投訴得中不中 數量也有用 你投訴他 牽涉到那個人 譬如版權或者恐嚇我 我是事主 恐嚇那個人 你去投訴就比較容易 地道